每到冬季,很多中国老人像候鸟一样 从寒冷的家乡到温暖的南方旅居过冬 中国唯一的热带岛屿省份海南颇受候鸟老人青睐 记者近日在海南走访了解到 候鸟老人在海南的旅居生活多姿多彩 心态趋于年轻化 海南越来越完善的配套服务 也为候鸟老人老有所乐提供良好的条件 大部分的老人来呀 一个是什么呢 他觉得这个气候好,冬天气候 为什么叫候鸟呢 他冬天来这儿 你看到四月份就都回去了 这个地方气候好 一个是有海洋,一个有树 海和树,它有氧细子 很多的病人,像高血压的病人 心脑血管到这儿都不吃药了 它自然而然就好了 因为它不吃药,它有什么道理呢 就是心脑血管疾病啊 它是血压,天气热嘛 血管就扩张 当血管扩张的时候血流速度就好了 就不发病了 到海南养病 喜欢海南自然人文风情 随在海南工作的子女而来 候鸟老人旅居海南的原因多种多样 近年来,随着海南交通日趋便利 广场、公园等公共活动场所越来越多 旅游产品和项目进一步升级 很多候鸟老人不仅在旅居城市游玩 还会在海南进行环岛游 甚至出国出境游 只要身体允许 可以即刻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为什么每年都会过来这边 孩子在这上班呀 今天是早上从海口赶过来 海口刚坐了一趟飞机 那要不是有直升飞机吗 来这已经玩了一下 玩了一下,来早了 哎呀,我说那要到哪玩去呢 我就顺便坐了一下飞机 然后坐完飞机之后 马上就直接坐游轮去 坐游轮 在海南旅居期间 有些候鸟老人还积极利用 自身专业优势或工作技能 发挥娱乐 为更多人服务 来自云南的候鸟老人马先文 退休前爱好书画 来到海南旅居生活后 在当地候鸟协会牵线下 公益教当地的孩子们学写毛笔字 马先文表示 这充实了自己的旅居生活 看到孩子们的字越写越好 内心很有成就感 来自黑龙江的候鸟老人罗志平是一位中医 旅居三亚的他利用自己的专长在三亚两家医院做诊 服务当地患者并将自己多年的经验 传授给年轻的一生 罗志平表示 晚年能选择一座喜欢的城市生活 同时还能发挥余热 很是喜欢 我们家先生管我叫 跟我说 他也不愿意 说的你这根本就拿家也不当家呀 你全都是为患者服务了 你全都是为 他说你 我给你起个名叫大宗情人吧 我说什么叫大宗情人 他说的 你这全管别人呢 不管家里呀 所以说我觉得当医生嘛 这个职业就是 医生治病就是天职 我能干动 能干得动 能再有这个能力 去治好每一位病人 这就是我最大的收获 春节临近 很多候鸟老人的子女放假 到海南与老人团聚 全国各地的家庭 在海南相聚 共度佳节 也是海南春节旅游的一道风景 过年他有年假他就过来 我们还有个小外孙 很可爱的小孩 也会过来 那就想到你在这边过去 对 在这边过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